我其實蠻常看到它在商店裡 但是就是沒有買 可能就是因為它太神秘了 你看都九場有被蓋起來 然後我每次都看到這兩個詞 Foggy Moss 農物清胎 我就想說 到底要不要買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Cheers Richie 我是Richie 相信大家你喝過那麼多威士忌酒 有沒有覺得你想喝一些與眾不同的酒呢 就是那種 不要跟大家喝的酒都很類似啊 不要喝那種主流的酒啊 不要喝那種很區域性的酒啊 沒問題 今天來推薦你兩支酒 他們其實蠻與眾不同的 然後相信你已經看到了 他就擺在桌上了 那我們就來介紹他們兩支酒吧 一支叫做Bunahaben 一間叫做Oltimore Oltimore酒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叫什麼 可能要再查一下 那為什麼說他們與眾不同呢 其實這兩支酒 大家仔細看 它就是 雪莉桶 這支就是波本桶 所以我相信愛喝威士忌的人 你自己可以去品嘗一下 或是分辨一下 你喜歡的是哪一種 雪莉或是波本啊 那說說看它的哪裡與眾不同呢 Bunahaben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人都知道 了解跟聽過的人都知道 它可能是來自愛蕾島的酒 愛蕾島上面有酒間酒廠 但是有七家都在做他們的傳統 或是非常明確 或是非常明確 大家就耳目人祥的 泥梅威士忌 那只有兩家沒有在做泥梅威士忌 其中一家就是Bunahaben 另外一家就是Bucladi 那Bunahaben呢 怎麼說呢 他們主要的酒 都不是泥梅味道 那唯一可能有一瓶泥梅的 可能就在我櫃子上 這一瓶 它叫做Toy Tech 然後也蠻難念的 那它就是 可能難念 然後你只要看到這個 就是代表它是 Bunahaben的泥梅威士忌 那除了那一瓶以外 其他的 他的Core Ranch 他主要的 威士忌都是沒有泥梅味的 所以很特別 他身在這個艾雷島上 但是他就是唯一那兩家 沒有做泥梅威士忌 沒有蒸入碗 沒有消毒水味的 威士忌 有點與眾不同了吧 然後這瓶呢 是我自己買的 那為什麼會知道它呢 是因為前幾天我朋友有帶 一模一樣這一瓶來我家喝 哇我本身就是雪地控了 但是我喝到這一瓶後 我又發現它 跟我喝的雪地 平常在喝的那種 每天喝的雪地 真的是不一樣 它的雪地呢 因為它可能是島嶼的關係 所以它有一種 再加上一種 鹹鹹的那種雪地 就是可能是有經過海風啊 吹的那種 雪地酒 雪地桶的感覺 非常的棒 所以我後來自己又跑去 買一個全新的一瓶 來 來當收藏 然後打算就是 偶爾每天就是常常會喝它吧 它可能會 現在變成我其中一個 Daily Driver 的名單裡面 再講到這個Altimore呢 Altimore它就也滿特別的 你沒有看到它這個酒廠嗎 都已經快要被這個 彌漫的霧給涌蓋住了 都看不到酒廠 那它這上面也形容了 叫做 Foggy Moss 就是 凝霧跟青苔 那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Altimore它是在一個 斯貝賽區 就是高地區 斯貝賽區 是蘇格蘭 最多酒廠 最擁擠的一個區 斯貝賽區 Altimore它剛好是處於一個 在很多花崗岩的區域 然後 它那個地方呢 有很多的青苔啊 然後 那個 那邊的水 斯貝賽區的水 就會經過那些青苔啊 流到他們的酒廠 然後他們就會拿來 用這個 拿來用他們威士忌的 用酒 那那些除了青苔以外 還有很多的石南花啊 所以聽說呢 這個威士忌 他們的威士忌裡面 有一些石南花的味道 那為什麼叫Foggy呢 就是可能 因為他們那個 在那個斯貝區 它可能就酒廠就是在 深山樹林裡 所以常常會起大霧 那基本上起大霧 就可能會把這個酒廠給蓋住 所以也算是一間 蠻神秘的酒廠 可能起霧的時候 要找到它真的不容易 然後它到現在還是在 在它的每一瓶瓶蓋上 都會標示著Foggy Moss 就是 農物再加上青苔 那就代表了 它可能會有不同的風味 因為聽說呢 橡木桶在保存的 過程環境中呢 越是乾燥呢 它的酒精味就 酒氣就難下來 不容易下來 相反 越是潮濕呢 它的酒氣就可能會容易比較下來 那可能就會比較有不同的味道 比較柔順一點 那因為 我相信它的 酒廠 它 酒桶就是保存在這種 Foggy Moss 就是這種 青苔啊 濃霧的這種環境下 所以濕氣特別多 那相信它的酒氣就會比較 散開比較快 那它可能就會多了一些 其他的味道進來 非常 好奇它到底是什麼味道 我老實說 我本人還沒有喝過 這間酒廠的酒 我其實蠻常看到它在 那個商店裡 但是就是沒有買 可能就是因為它太神秘了 你看都 酒廠有被蓋起來 然後它 我每次都看到 這兩個池 Foggy Moss 濃霧青苔 我就想說 到底要不要買呢 其實畢竟 我在喝的都是比較島嶼啊 比較海風啊 比較陽光的酒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這兩瓶吧 Let's go 然後我們要去吃 吃東西 每天都要吃東西 OK 我們開始 首先我們先來品嘗這個 這個布納哈本12年的雪莉桶 我們來聞一下它的味道吧 一聞就知道這是雪莉酒 就是我那熟悉的雪莉酒 本身這個味道帶有那種葡萄乾啊 經典啊 然後 堅果啊 櫻桃啊 甜甜的 一些木頭啊 那種木頭就是雪莉桶本身那個酒桶的那種木頭帶來的味道 我們來試試看它的味道如何 哇 哇 喝下去後沒錯就是那雪莉桶標準的 葡萄乾 堅果 黑巧克力 那種 Dark那種深黑巧克力 這種三種標準的雪莉桶味道 然後 有一種 像是cream 是那種就是 我們吃的那種 麵包裡面加的那種 Custard那種奶奶油那種cream那種甜甜的味道 非常的甜 那種像奶黃包裡面那種 奶黃啊那種 甜甜的味道 不錯然後 我怎麼說呢 還有帶有一種可能是愛雷島那種海風鹹鹹的味道 就是這個鹹鹹的味道讓我覺得它跟其他的雪莉桶 的威士忌有點不太一樣 帶有一種鹹鹹 甜甜的 很特別 很多我的朋友都會說啊 他們不想喝雪莉 因為雪莉有一種那種 臭酸奶的味道 就是 怎麼最直接形容就是 小嬰兒吐奶的那種味道 臭酸臭酸的 那其實 在這個雪莉桶裡面 我不覺得它有臭酸味道 可能是因為它12年或者是它用的是那種 不是第一次 裝桶 裝瓶的那種 雪莉桶 所以那個味道就會比較 淡比較不見 如果你是喝那種 FIRST FILL就是第一次填妝的那種雪莉桶 它可能就會比較 像我講那種臭酸奶的味道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那個味道 特別比較 好喝 像我個人就不會覺得那是臭酸奶的味道 我就會覺得那種 蠻好喝的那種 雪莉酒的味道 好喝吧 不錯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也是雪莉桶的話 我可以推薦 這瓶酒給你試試看 布納哈本12年 OK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品嘗這瓶 奧特摩12年 這瓶奧特摩12年 就像我說的是一個標準的波本筒 那我們還沒有品嘗之前呢 我們先來說三個 標準的波本筒的特徵吧 第一個就是 香草 然後 蜂蜜 然後泰菲糖 如果你有朋友跟你說他喝到了香草蜂蜜 泰菲糖這三種 口味的酒 那他絕對是在喝波本筒維斯基 那我們來聞聞看吧 是否有三種味道 第一口深呼吸 深吸進去 就是那香草味 然後再加上 蜂蜜味 蜂蜜水味 泰菲糖的味道其實沒有很明顯 可能要喝下去才有那個 明顯 但是我倒是聞到了兩種 水果的味道 蠻特別的 就是 其實也不算特別啦 就是波本筒很常出現的 青蘋果味道跟梨子味道 青蘋果味道真的好香喔 就是 很多人喜歡波本筒 就是喜歡他的 水果啊 喜歡他的 蜂蜜啊 香草味 來喝看看吧 好香喔 所以 他喝下去後 第一個感覺是香草 然後再來就是 蜂蜜味 然後 尾韻是青蘋果 梨子味 然後最後 再帶一點回甘回甘的 味道 非常的不錯 他的甜度呢 其實 是比 這個雪莉桶還低的 沒有那麼甜 沒有跟 跟這瓶雪莉桶比 反而沒有那麼的甜 所以你是一個 不喜歡喝那麼甜的人 其實這個甜度是剛好 可以的 不錯 好了今天如果呢 如果我相信如果你要去酒會啊 或是去酒遊那邊 喝酒啊 其實你帶這兩瓶酒都非常適合 因為呢 他們是一個是雪莉桶 一個是波本筒 基本上大部分都喝這兩桶筒 然後再加上他們有一種 與眾不同的 特點 像是愛雷島的 唯一沒有 泥梅的兩家酒桶之一 這個是 絲被區 一個很神秘的酒廠 然後 潮濕 有青苔 然後有農物 很特別 所以你只要把這些故事告訴你的朋友們 他們就會覺得說 原來 這些與眾不同 原來這些區域 會有這種酒廠 會出現這種酒 都沒有發現 所以 蠻有特別 蠻有樂趣的 然後 他們價錢也 貴 所以 我覺得 就算是 在自己在家裡喝也是不錯的選擇之一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你還想要我開箱哪些酒的話 記得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次見